哈喽大家好我是尼莫 女巫阿扎莎第六集终于来了 在这一集中 帅小伙的真实身份终于被揭开 他就是旺达的双胞胎儿子 巫术比利 当然他的身份 其实在第一集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猜到了 那么接下来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第六集 到底发生了什么吧 本集一开始回顾了前六集的故事 而正片的内容不出意外 是对剧情空缺的补充 也就是比利遇到阿扎莎之前的故事 这集的标题叫做身边的恶魔 当看完全部内容后 你就会发现这个标题 取得是相当到位 报纸上写着 庆祝威廉·卡普兰成年礼 这个威廉·卡普兰其实就是比利 在漫画中 他的全称为威廉·比利·卡普兰 旺达从莫菲斯托那里 获得了两个走势的灵魂 并且利用魔法 使自己怀孕生下了两个孩子 而他们就是在旺达化之中 出现的汤米和比利 但后来莫菲斯托回收了这两个灵魂 汤姆和比利也重新转世 最终汤米变成了谢波特家族的孩子 比利则变成了卡普兰家族的孩子 所以就从这一点来看 还是蛮符合原著设定的 不过为了剧情的进展 我们暂且先称他为威廉好了 在成年礼派对的现场 威廉意外发现了一家看首相的店铺 有一说一 这就挺奇怪的 谁正儿八经的会在酒吧里面 开一家看首相的店呢 咋了打扑克之前还得先看看八字合不合 不过也对 八字不合的人没有职业道德 他都给钱了还发人家身份证 这多少有点过分了 威廉还完走进店内 结果里面的人转头一看 竟然是可以预知未来的莉莉亚 用这个超能力赚钱 简直不要太轻松 在得知威廉想知晓自己的未来后 他告诉对方他即将踏上一段漫长的旅途 而且生命线也会一分为二 这么好的日子听到这么晦气的话 威廉也是二话不说就起身离开了这里 标语走得比较急 不小心把外套给落在了凳子上 于是莉莉亚写下一小块符咒 放进了她的衣服里 而很明显这个符咒就是用来保护她身份的 好家伙啊 万万没想到啊 原来这个符咒竟然是莉莉亚下的 在这不久之后 西景阵发生了一变 由此可以得出此时的时间线是2023年 口袋中突然出现了小尸头 让威廉亚一脸懵逼 在回家的路上 他们一家人不幸发生车祸 父母受到了皮外伤并无大碍 而威廉亚则身受重伤 当场死去 觉得她弥留之间 一段熟悉的声音从耳边突然响起 随着心脏的缓缓跳动 威廉满血复活重新苏醒 但此时她也不带是威廉 而是重新转世的比利 父亲找到一名女警察求助 结果她竟然就是爱丽丝 父母看着失忆的儿子白感交集 可奇怪的是 他们的内心想法竟然毫无保留的被比利尽手眼底 旺达的两个儿子汤米是急速 可以理解为青年版快银 比利则是巫术 不仅能用魔法 而且还可以读心术 回到家后 父母的担忧进一步提升 大量的内心独白涌入比利的脑中 让她顿时焦躁不安 为了适应这幅新驱体 她来到威廉曾经的房间 尝试寻找一些记忆点 在房间中 踢着一张哈里胡迪尼的海报 她是19世纪末的一名匈牙利籍美国魔术师 同时也是享誉国际的脱逃艺术家 另外还是以魔术方式 戳穿所谓通明术的反伪科学先驱 坚持住哈维是一个复古理想家庭游戏 结合这张摇滚乐的海报 可以看出 生前的威廉是一个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 且在生活中充满激情的一个人 望着镜子中陌生的模样 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 她的名字是威廉卡普兰 但很明显这种敷衍了失的方法 并不是她所认可的 从这里开始 她在心中就埋下了一颗探求真相的心 三年后 比利为了符合原著 画上了淡淡的烟熏装 强行把自己也给摆完了 而那个男主角不出意料 这是在第一支中打电话来的那个小黑 在爱人的鼓励下 他决定找到真相 还原自己的身世 这里的桥段过于激情劲爆了 咱们就直接跳过了 比利带着艾迪来到了自己的闺房 地上整齐摆放着 他这几年来收集起来的 关于西警镇所有的线索 这时他打开电脑准备搜索资料 结果真却突然跳了出来 仔细一看 有14分子 在巫女圈里 高低也算是个小网红了 像一个视频中出现了 望达幻置中的红色大仓球 不仅如此 上面还浮现了一个如泥纹 而此时的同一时间 现在望达正在和阿加莎进行battle 并且成功激活力量成为了星红女巫 三年后的今天 西警镇已经恢复如初 但绝大部分人不想谈及之前的遭遇 或者是因为害怕那段经历 又或者是被上头命令签了协议 不过好在 比利通过网络论坛 终于找到了一个 愿意揭开这段黑历史的男人 在昏暗的停车场中 那个神秘的男人出现了 但他转过头的那一瞬间 我整个鸡皮疙瘩就掉了一地 在望达幻市第五集结尾中登场的快银拉尔夫再次回归 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 他把ID娜取为薄切六九 在他的口中 比利第一次听到了自己的母亲 望达马克希莫夫的名字 听到望达的名字后 拉尔夫显得异常暴躁 但他最怕的其实不是望达 而是那个强迫 让他扮演自己老公的阿加莎 从拉尔夫的口中 比利意外知晓了自己还有个哥哥汤米的真相 以及阿加莎还活着 并在吸井镇的消息 巨大的信息量 让他一时无法接受 回到家之后 爸妈的关心 让他得到了些许的缓和 但他们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自己也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 有了头绪后 比利开始深入研究 对比三年前 他的房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墙壁上贴满了关于魔法之类的海报 比如在第五集当中出现过的 弗利特伍德麦克乐队 左上角还有绿野仙宗和爱丽丝的母亲 罗娜吾的海报 暗示着他即将遵循着女巫之路的歌谣 踏上如同爱丽丝仙境般的女巫之路 比利在搜索栏中输入阿加莎的名字 结果网页里竟然真的跳出了他的照片 随后他将照片进行相似搜索 并且再次得到了多张照片 上面写着 齐柏林飞艇爆炸死亡32人 从上面一闪而过的时间 可以发现是1937年 而在现实中的1937年5月3日 就真的有一架齐柏林飞艇爆炸了 在纽约上空飞艇的尾部突然着火 降落过程中火势开始蔓延 比在短短的32秒内 中有34人不幸遇难 战争意外的事却有61人奇迹般的生还 随着比利的继续深入 阿加莎的神秘面纱也逐渐被揭开 为了解开自己的绅士之谜 他只能冒险来到西景镇寻找阿加莎 在男友充满爱意的鼓励下 旺达寻亲失败之重生而再继续寻亲之脸 就此开始 此时的阿加莎依然处在旺达的魔法当中 他日复一日的过着这种独角戏的生活 抛开他曾经所作所为 这么一看也多少有点可怜 被事发者的最重要的死人物品 于是他翻过围栏来到楼上 偷走了阿加莎他妈的项链 从这里可以看出阿加莎对他妈的思念 以及对项链的重视 当然前者几乎不怎么可能就是了 不然他妈也不会一见到阿加莎 就嚷嚷的要搞死他了 阿加莎对这项链如此重视 或许他就是让阿加莎成为 唯一一个走完女巫之路的关键道具吧 这里复刻了第一集当中的剧情 只不过是阿加莎独角戏版本 在心疼他的同时 也深深的被他的眼界所折服 两个人各眼各的完全不冲突 最后阿加莎成功被解救 而他们俩的故事也从第一集中正式开始 画面一转故事再次回到女巫之路 生命顽强的阿加莎并没有被沼泽吞噬 他抓着一旁的藤蔓艰难的爬了上来 而此时的比利也终于鼓起勇气 捏碎了那枚三年前的魔佛 正如阿加莎所说 魔咒只能摧毁不能破除 而摧毁他的契机 就是当他们不再被需要的时候 最后阿加莎与比利再次见面 对于他的再次出现 比利略显慌张 显然是没有预料到的 此时的阿加莎也终于打开天窗 说亮话 原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就已经察觉出了比利的真实身份 即便有魔幅干扰 他的气质也和妄达一样 说白了 他俩其实就是互相利用罢了 只不过最终目的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得到魔法 幻影刚落 阿加莎突然饱含热泪 难道他真的是把比利当成自己的儿子了吗 还是说比利的出现让他想到了可以重新获得魔法的办法呢 对此比利大声反驳 我跟你不一样 阿加莎回答道 这句话好我耳熟 这里至今的应该是旺达幻市第九集中旺达队 阿加莎说的话 阿加莎表示 既然只有他俩了 那就再委屈一下彼此 先把女巫之路走走完 但比利却表示 他不再需要阿加莎 并且架好魔法手势 准备再次打败他 可尴尬的是魔法失效了 在电话中 我们发现比利来女巫之路的目的其实并不是单纯的为了魔法 而是为了找他失散已久的哥哥汤米 不过事已至此 比利也别无他法 最后只好继续跟着阿加莎向着女巫之路前进 至此第六集就正式结束了 原来比利早就和丽丽娅 爱丽丝 以及真还有哈特夫人捡过面 一开始以为只有比利死外人 好家伙 原来女巫团一行人中 只有阿加莎一人被蒙在骨子里 不过对于其他人的操作也不难理解 因为他们全部惧怕甚至震恨阿加莎 第一集之前坑已经填上了 后面几集应该会着重介绍比利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以及在第一个训练中出现过的幻想了吧 哦对了 期待汤米最后的出现 好了 以上就是本集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友好交流 我是你们 一个不怎么正经的 阿波主我的特殊很快 请记得好安全带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